我花了13万的车位 竟然让人给占了10天 后来此人不但不道歉 态度还十分蛮横 于是我气愤的故意做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让对方给我赔礼道歉 并赔偿了我1000块钱 我们小区里的车位本来就没多少 考虑到以后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学 所以我们就花钱买了一个车位 而且位置也挺好的 就在我家楼下 旁边是个地上车位 那天正好是周末 我们带着孩子去商场玩了一圈 回来的时候大概晚上10点多了 停车的时候却发现 我们家的车位被别人给占了 我下车看了一圈 车上也没有留什么电话 他占我们的车位倒没什么 但是电话都不留 我们想找他也找不着 后来我和我老婆想想就算了 估计是有事 这样他停一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早上出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辆车还在我家的车位上停着 我们就只能去找物业 物业说联系不上车主 也找不到他的联系电话 于是我和我老公就赶紧打了110 并且把车牌号报给了警察 警察查起来说 这辆车是外地的 需要花一点时间 让我们耐心等待 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对方依旧没有回应 我们再次拨打了110 他们说这辆车是没过户的车 车主的信息还是以前的 只能让我们找物业协商解决 物业的人过来后 说给我们安排一个临时车位 让我们暂时先停在那里 等这个人把车开走了 我们再回来停 可谁知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去的时候 那辆车依然没有开走 我们当时召集出门 也没有再管 可是到了晚上 那辆车依旧还在 我们真的气急了 哪有账的 把车停这儿电话也不留 虽然我们很生气 但是也没有办法 薇月说这个车总归是要开走的 到时候他们再联系车主 给我们协商解决 就这样 这辆车竟然在我们家的车位 停了整整十天 晚上快十二点的时候 我都准备睡觉了 恍惚之间 看到了车位那 有一个黑色的人影 我仔细一看 确认是个人 我就猜想 肯定是那个车主回来了 我和我老公就赶紧下楼 当面和他对质 到了楼下一看 那位车主的年龄 大概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我老公就大声质问他 为什么把车停在我们家的车位上 也不留电话 一停还停了十天 这个事情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以为那个人会先道歉 可是没想到 他的态度非常蛮横 说那么大的一条路 停车位又那么多 你们又不是没有地方停 我停一下怎么了 我交物业费了 想停哪就停哪 你们要怪就去怪物业 我们一听这话 瞬间火冒三丈 大声跟他吵了起来 后来物业给我们双方调解了一下 才平息了我们的怒火 而我们也知道 跟这种不讲理的人 再继续争吵下去 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往楼上走 可没一会儿 那个站我们车位的男人 就追了上来 他竟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对我们笑咪咪的说 他车上的电瓶打不着火了 想借我们车上的电用一用 现在太晚了 他实在找不着人帮忙 本来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刚刚和我们吵完架 转眼就换了一副嘴脸 我本来想拒绝他 可是看他着急的样子 我和我老公又心软了 主要就是我们想让他 赶紧把车开走 不然我们每天早上 都要走很远的路 去小区另一侧开车 于是我们就过去了 帮他把车打着了火 我们打算上楼的时候 他又把我们叫住 他说今天的事情 确实是他不退 是他态度不好 给我们造成了麻烦 他也就是从外地过来 去办事了 所以车就随便停了一下 走得急 也没留电话 今天才刚办完事回来 因为他是外地人 担心我们本地人欺负他 所以刚才过来时 才态度不好 不想让我们觉得他好欺负 可是没想到 我们是那么好的人 说完之后 他还给了我们 一千块钱的现金 说是补偿 但是我们没有收 只是告诉他 不要把别人 都想得那么坏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就要多体谅对方 而不是只考虑自己 不考虑别人 人与人之间真的应该相互理解 朋友们 对于这件事 你们说我的做法对吗 欢迎你们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喜欢我的请点赞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我是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